接着我们来关注前副首相 南都斯里阿莫扎西涉嫌贪污失信案的审讯进展 交通部一名证人今天揭露 阿莫扎西夫妻名下 共拥有多达11辆名贵房车和9辆豪华摩托车 每年更新入税的费用就达到3万6千令吉 陆路交通局助理总监扎哈鲁丁 是阿莫扎西挪用基金案的第12名证人 证人所提供的文件显示 阿莫扎西名下的8辆名车 包括宝马 林志 奥迪 丰田等 而且车牌几乎都是38号 阿莫扎西总共面对47项控罪 包括27项洗钱罪 12项失信罪 以及8项贪污罪 控状指他涉嫌能用健康思维基金会 总额高达3109万3733令吉69仙的款项 案件将在明天续审 都没有听到 阿莫扎西新闻 阿莫扎西纱 阿莫扎西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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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莫扎西红